长虹项目第二首Pingbug Guide第五版 47子过程以五大过程介绍 本一拒绝版本为2013年7月1日 长虹五大过程47个子过程一拒绝 是由Roger PGMP为深耕并逐步完善 华人项目管理实践所精心制作 此录音档属长虹核心文件 请遵循PMP专业道德行为准则 请勿修改和增减任何内容 且勿复制及传播 本录音档版权属长虹公司所有 期望对准备PMP考试的您大有帮助 请不断重复聆听21次以上 就可变成你熟记的一拒绝 五大过程依序是 启动、规划、执行、监控及收尾阶段 在项目启动阶段 共有两个子过程 一、制定项目章程 就好像项目经理街道甚至一般 发起人照约 启动项目授权PM 二、识别干系人 透过识别干系人分析影响度 记下关注点 让项目成功失误变少 在项目规划阶段 共有23个子过程 三、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项目计划涵盖13加1的计划 与三大基准 指导大家如何完成项目 达成目标 四、规划范围管理 是指如何挖需求 如何管范围 交战手册完成先 五、收集需求 是明知所欲 常在我心 六、定义范围 是指范围说明书制定了要做什么 满足什么规格 如何做 七、创建WBS 要把项目大写8块 化整为0 并对每一块进行定义 八、规划进度管理 是 进度计划要做好 项目进度能确保 九、定义活动 定义要做什么事情 来完成可交付成果 十、排列活动顺序 是 谁先谁后说分明 看清彼此依赖关系 画成网络图才清楚 十一、估算活动资源 活动资源包含 人、机、材料、需求数量 及何时提供说分明 十二、估算活动持续时间 是 以取得的资源 估算各活动工作时段数 十三、制定进度计划 是要抓关键路径 压进度 按进度图 展成日历 十四、规划成本管理 成本计划很重要 资金运用及管理才有方向 十五、估算成本 是 活动估算要仔细 估算人及财的成本 储备金考虑越仔细 成本估算越准确 十六、制定预算 是 先有经费 也就是基准 再加管理储备 老板叫放心 决定总资金 十七、规划质量管理 是 制定符合项目过程质量 与输出质量的规范 十八、规划人力资源管理 这是 站立需求先盘点 动员规建先规划 奖励制度不可少 十九、规划沟通管理 是指 谁要什么信息 何时要、如何提供 要派谁送到 二十、规划风险管理 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重要的是 你将如何应对变化与无常 二十一、识别风险 敌军有名有案 需记录敌情分析 二十二、实施定性风险分析 这是为风险打分数 并制作热门风险排行榜 二十三、实施定量风险分析 是 估算每个风险所造成损失的金额 并将其排序 二十四、规划风险应对 是指 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二十五、规划采购管理 这是 决定要不要外包 若要的话 拟出外包计划 开出采购清单与规格 定出找卖方的游戏规则 二十六、规划干系人管理 这是 看透干系人 输出管理真策略 负面被动转支持 项目阻力会变少 在项目执行阶段 共有八个子过程 二十七、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 就是 按照计划来行事 注意新规定 Stick to the plan 二十八、实施质量保证 是避免过度要求质量 找出整体过程的问题 并加以逐步完善 二十九、组建项目团队 是找到对的人来做事 就像九条好汉载一班 项目团队聚一堂 三十、建设项目团队 要开始发挥松鼠、海梨及野燕精神 形成共好团队 Train in the team Trust me, we can make it 三十一、管理项目团队 平时解决问题及冲突 阶段结束论功行赏 三十二、管理沟通 按沟通计划处理信息 与干系人沟通零距离 三十三、实施采购 货币三家不吃亏 决定卖方时 以抑制合同保障双方 三十四、管理干系人参与 这是主动沟通和协商 以满足干系人的期望 适时让他们参与并管理问题 在项目监控阶段 共有十一个子过程 三十五、监控项目工作 以三大基准比较绩效 逐步完善 预防项目偏离轨道 三十六、实施整体变更控制 项目变更免不了 按照变更管理计划来审查 三十七、确认范围 YES!这就是客户所要的输出产品 或工作成果 三十八、控制范围 是指产品及项目范围很重要 监控基准防止发散 如何做好预防及改进 三十九、控制进度 随时掌握进度状态 主动改善未达目标者 四十、控制成本 成本控制好 资金不用筹 定期来审查 不服要改进 四十一、控制质量 检查工作成果与规格是否相符 若有未达质量的 要改善 四十二、控制沟通 是照计划沟通 满足干系人对知的期望 逐步完善沟通 四十三、控制风险 监控风险情况 更新风险排序 如发现新风险 需重新评估 听到火警警报器响起 启动救火应对计划 四十四、控制采购 按约定形式管理外包项目 四十五、控制干系人参与 主要是监控干系人参与度 适时调整管理策略 在项目收尾阶段 共有两个此过程 四十六、结束项目或阶段 完成所有项目活动 移交最终输出 并做Lessence Learned 四十七、结束采购 确认采购的产品已完成验收 并进行Lessence Learned 以上为长红五大过程 四十七个子过程 一句绝精髓 重点不是Ping Bug Guide的定义 而是你如何将这四十七个子过程 内化成你自己的语言 并能应用在自己的项目实践 Roger语录 重点不是PMP考了几分 而是你在工作及生活上 应用了多少PMP手法 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 考上PMP不是结束 而是责任的开始 祝您顺利摘下PMP金牌 Roger PGMP与Miss Maggie 于长红殿堂紧录制 长红QQ 292-006-2928 祝您顺利摘下PMP金牌 祝您顺利摘下PMP金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